女孩的脸上居然长了个屁股 而她每次吃饭的时候 都得先掏出一个漏洞 连接导管插入裤子 再把鸡汤倒入漏洞 这样就算吃完了 如此奇特的吃法 自然引来服务员打量的目光 女孩也很自卑 因为她生来就是这样 平日里也没少受到嘲笑 不仅仍欺负她 就连系统也会掺上一脚 女孩只要一发自拍到网上 就会被系统判定违规行为 即使生活遭受如此打击 也不影响女孩对生活的向往 她有一本专属日子本 里面贴满了杂志剪下来的嘴巴 她也会时常幻想着 哪天自己有个正常的嘴巴该有多好 而特殊的长相也注定了 她每次出门都要带上专属吃饭工具 当她在餐厅吃完饭 准备离开的时候 两个混混拦在了她的面前 其中一个小个子快步上前 抢过了女孩的包包 把里面的东西都丢了出来 而更过分的还在后头 他们一把暴棋女孩 把她丢在一旁 还想要对她那个 就在两人争吵谁先谁后时 女孩对准妖怪 直接一个暴击 然后逃进了车内 一溜烟开着车子离开了 一路上女孩泪眼婆娑 她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 要受到这般对待 却在恍惚间车子发生剧烈摇晃 女孩这才意识到自己撞到人了 等她转向窗外看的时候 这个紫发小子竟然冲她笑了起来 那你 还有人被撞了还这么开心 莫不是碰瓷的 还真不是 这小子也是可怜之人 她有个父亲 是个恋童痞 在她刚出生的时候 就离开了他们母子 男孩对父亲的印象 也只是一张照片 而正是照片里的父亲 有个美人鱼纹身 所以男孩一直觉得 只有她变成了美人鱼 父亲才会回来看她 于是男孩开始自残 她先是用小刀划伤大腿 随后更是想把双腿锯掉 而男孩的母亲 也一直阻止她做傻事 这天她带着男孩 去看心理医生 而他们再一次 因为父亲的事情吵了起来 男孩也一个人跑了出去 她就这么待在垃圾桶旁 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 美人鱼的想法 再次浮上脑海 她把腿伸了出去 想要让过往的车辆 帮她拧过 而女孩就是这个幸运观众 所以男孩才会 冲着她咧嘴微笑 不过最终也因此丢了性命 女孩天生没有眼睛 年纪轻轻就踏入了服务业 一个男人送了两颗粉钻给她 还告诉她世界并不美好 看不见反而是个好事 后来女孩长大了 她将钻石放在眼睛的位置 想要以此代替眼睛来观察世界 而女孩有个老顾客 是个餐厅的服务员 名叫小壮 经常支付巨款来找女孩 但是因为害怕暴露 所以她并没有开过口 而女孩也并没有挑破这层关系 一来二去两人形成了一种默契 可是好景不长 小壮所在的餐厅入不敷出 她也即将下岗 为了还清债务 她把注意打到了女孩的粉钻上 所以在这次见面后 小壮开口说话了 女孩差异于小壮的性别时 也拒绝了摘下钻石的建议 因为钻石对她来说 是能够给她带来安全感的 而小壮听完转身就要离开 女孩这才慌了 把钻石摘下来放在了桌上 小壮顺手抄起钻石 不料这是一个男人走了进来 吓得她把钻石吞了下去 可是这么大的钻石 小壮再想吐出来就不容易了 于是她想到一个好主意 她直接拿起花洒 就是一顿猛冲 最后钻石也被她冲了出来 小壮握着钻石 心想这次肯定能够度过危机了 可是这时她却得知了女孩的消息 由于丢失了钻石 女孩说什么也不肯再接客了 而老宝也准备把她扫地出门 小壮听完于心不忍 她将钻石归还给女孩 不料却遭到了女孩的拒绝 原来女孩因祸得福 在没有钻石的这几天 她想明白了很多事情 最重要的是她找到了活下去的自信 她决定将钻石送给小壮 让她度过危机 而小壮也被感动到了 她带着女孩离开了这里 两个人就这么快乐地生活了在一起 而另一边的小美就没那么快乐了 就在她生日当天 她撞死了个人 而那人死之前还冲她诡异地微笑 好不容易到了家 电视上还在播报那人的新闻 这可把小美害怕得不行 偏偏这个时候 父亲拿出了个生日礼物给她 是个独角兽头套 并且不由分说地将她戴在小美头上 显然是嫌弃她的长相 这使小美十分伤心地离开了家 或不担心 她又再次遇到了上次的两个混混 而这一次她没有那么幸运了 混混把她拖入了巷子里 还对她那个了 小美伤心地跑到了天桥处 望着急驰而来的火车 她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却因体力不知晕倒了过去 而小美怎么也没想到 她将在这里 收获她的爱情 女孩长相怪异 左右边的脸隔长隔的 即使如此 眼前的男人还是深爱着她 但不是因为真爱 而是因为男人有恋鸡皮 女孩长得越丑 她越是喜欢 即使对着照片 男人也能情不自禁地偶言 只是不巧的事 这一幕恰巧被她的母亲看到了 母亲实在受不了 儿子是这种变态 便将她赶了出去 男人带着行李来到女友家 却发现女友在跟别人滚床单 原来她一直认为 男人不是真的爱自己 所以才会找上烧伤男 因为两个人比较门当户对 这可把男人难过得忧 转身跑到天台就想自杀 不料却被一旁的电话吸引了注意 她将手机拾了起来 发现是小美的父亲打来的 而晕倒的小美也在此时醒来 等到小美转过头来 直接把男人给看呆了 这完全长在了她的审美上 男人把小美送回了家 而此时电视上恰巧播放着男孩的新闻 原来经过警方调查 最终认定男孩属于自杀行为 因为她有很严重的心理认知障碍 而放弃双腿的行为 就是男孩的心理魔障 直到这时 小美也才终于释怀了 男人也冲她微微一笑 就是这么一笑 让小美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善意 除了自己的父母外 她这也是第一次从外人身上感受到温暖 于是 在男人的热烈攻势下 两个人便走到了一起 而那个死去的男孩 也在天堂里 得到了她梦寐以求的愚人尾 电影《肌肤》 讲述的是一群长相怪异的人 完成自我就熟的故事 或许我们无法决定样貌 或许我们生而平凡 但是只要我们怀揣有一颗热切的心 那么生活还是会围绕着我们转 世界的万般美好 也终将与我们相遇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点赞关注 发家致富 我是汪哥 我们下期再见